在你印象中 毕书记还有什么回应呢 像我们刚刚提到 比如说新北耶旦的同台 或是来到TVBS的录影 但是最近还有一个很棒的事情 就是你的台语歌好像挺厉害的 是 还好 因为我都真的是台语吗 中文上面写韩文的谐音 就是台语的谐音这样子 所以你的拼音是用韩文写 然后写出台语的念音 是 是念法 所以不管国语歌台语歌 你都这样做是吗 对 刚好就是讲的或唱的 蛮接近那个音的 但都要背的 对不对 是 是要背 好厉害 我给你 你现在是表示你的Key比我高是不是 我刚起了一个名字就比较低 你为什么要自己唱歌在他面前 好厉害 真的是 所以将来是有想要做个 比如说台语的歌或什么的吗 你可以创作 其实我身边的蛮多音乐手朋友们 对 有时候跟我合作 然后都说一声那种 你可以试试看台语歌 出一首就好 对啊 你的声音这么好听 我觉得他刚唱台语也是有不同风味 对啊 还蛮有意义的 加油啊 更入围 加油 加油 慢慢来他先韩文啦 这他比较善想 对对对 还出了韩文 最近也出了韩语歌对不对 对 有一首歌叫做Hold Up 对 这首歌有什么故事 这首歌的画面是想要在 原本去年演唱会上要 开放 想要开放这首歌的 那种想象的画面 其实我每一张专辑很少那种跳舞啊 或者是要跟大家很大的互动的那种歌曲 想要做一个比较大的 然后又开心的 然后又给大家一个往前冲 我们未来还长 所以 很有憧憬的感觉 把那个梦想 最初的那个梦想留着 然后一直往上飞这样子的感觉 写这首歌 还找那个小朋友是吧 对 很多小朋友们一起跳 这首歌也是 就是我自己想要找舞蹈老师编舞之外 其实也是想要跟小朋友们互动 也邀请了真的很多很多小朋友们 今天小朋友的反应很恐怖 因为小朋友是不会跟你在那边客气的 很直击 喜欢就喜欢 他不喜欢就不喜欢 不管拍子 对啊 所以你很有种 你想要坐着 想要劈腿 对啊 对 想要弹 很多很多 想不受控 这是一种考试就对了 你不怕小孩子来就说 我不想跳 这歌还好 其实 你大概少几岁的小孩子 其实大概也有几个月 也有 一岁多 也有四五岁 对 开始玩玩具的那种 我记得有一个儿子就是 来一直玩车 他的玩具车车 跟叔叔一起跳好不好 我说不要 那怎么办 他的爸爸说 你跳啊 爸爸给你买新的我去讲 然后他说好 然后就跳了 好现实 对 就是很可爱 我觉得小朋友们的反应 然后他们的一些想法 是 这个他的十几年来 国语国人还是没有进步 对 一般我们看到别人的那个小朋友 不会说有一个儿子 你刚刚有听到是不是 我以为 一般我们就说有一个孩子 不是有一个小男孩 不是有一个小男生 不是有一个小男生 别人的就是小孩 是 自己的才是儿子女儿 对啊 辛苦了 毕竟脑中 他毕竟脑中很多语言要切换 又韩文又中文 对 辛苦你了 不好意思 不错了 人家已经唱台语歌了 对了 慢慢进步 而且还跟自己的女生 徐若萱有这么多的交流 真的人生很圆满 现在还要追求什么呢 因为今年是11年 对 那其实 每一次不管是线上 然后或者是跟粉丝朋友们 见面的时候 就讲一个很远的一个梦想 就是我到50岁60岁 我还可以唱就是想要跟大家 还是继续唱 对 继续唱 所以今年11年 没有什么纪念活动或单曲 什么的 或是原本有什么计划 有啦 其实从4月份 今年的4月份5月份 就是开始有送给大家新的单曲 然后目前有准备新的专辑 今年内一定会发行送给大家 祝福你 谢谢 谢谢 毕书记这11年来的努力 我实在很难想象要离乡背景 离家这么远 语言又不通 主持人又硬要这样 聊一些跟音乐无关的 怎么熬过来 祝福你下一个10年更加的圆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